台股今天開高一舉站上9200點 但是隨著證所稅大戶條款早上卡關嚴審 大戶條款究竟何時才能完全廢除或鬆綁 在這個不確定的因素加深之下 市場一度趨於觀望 指數是橫盤整理 分析師則認為企業前三進營收表現不錯 其實台股的基本面看好 後世續功可期 預估成交量是大概1000億左右 這個對於整個多方的延續 有一定程度上的一個幫助 那至於大戶條款的一個部分裡頭 就整個證所稅還沒有去課到稅以前 已經先損失了證交稅 證交稅就是你有交易 你的量夠大 你就直接穩穩的 政府就可以收千分之三的證交稅 不但沒有吃到大魚 反而又失掉了這個所謂的魚群 所以說我們認為這個大戶條款 真的是應該是品項於 做一個鬆綁或者是刪除 今天股王大力光 股後捍衛科延續多頭公式 早盤都大漲超過2% 其他的電子全職股台積電 連發科日月光等等 也都維持上漲格局 連電甚至一度攻高超過5% 金融股則是漲跌互漸 而昨天大漲的證券股 受到大戶條款嚴省影響 追價買盤也轉去觀望 另外近日漲多的銀建 生技股今天早盤開紅之後 都翻黑下跌